好啦 平時我是完全不會買Figure的人 但是今天呢 近來忍不住買了一個Figure 登登 重案組之府 曹達華 哈哈哈哈 重案組之府 曹達華Figure 那這個Figure呢 是我在台灣旅行的時候呢 就見到一些台灣的Facebook Page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個人在台灣的時候呢 Facebook自然推薦了一些台灣的Page給我 那我見到有一個這樣的Figure 那忍不住呢 就上網馬上買了一個 那這個 重案組之府 曹達華Figure 如無以外呢 其實應該是大陸公司來的 那但是 對啦 因為真的做得好像很精緻 那畢竟都是達叔啊 哇 做得挺漂亮啊 挺精緻啊 你看 重案組之府 曹達華 那有件皮褲啦 然後呢 那些手腳呢 是有關節可以動的 有腰關節有些 OK 但是他的褲腳呢 他褲腳這個拉鍊真的可以動的 褲腳拉鍊 這個是給他用來換褲用的應該是 如果有褲給達叔換的話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來 站定定在那裡先 站不站到啊 那頭那麼鬆的 那頭 那頭那麼鬆的 鬆泡泡的嗎 那頭 那頭有沒有可以扭緊一點呢 那頭有沒有可以 有三文字的嗎 有三文字 有手槍 還有手槍 還有手榴彈 哈哈 最重要是這個 然後還有些什麼 有隻 替換的手手 還有手指 這個是用來拿槍的應該是 我先把配件拿出來 它還有一副 那背景那裡呢 它還有一副超的 說明重案組之父吵謊 怎麼可以沒有一副超才可以 是不是 這副頭銀金我覺得很容易會爛 打回一副超 哇 醒啊 哈哈哈哈 很棒 重案組之父 然後把short gun呢 把short gun有點重量 它這個short gun這把散彈槍呢 是金屬的 是有些重量的 這一把東西不是膠的 它還要另外跟著一些 跟著一些 蛋殼 用來塞進去把散彈那裡 讓我塞進去 它這個呢 它這個就 一粒一粒的 塞進去把槍的側面 這樣上了那個子彈 上它的槍身旁邊之後呢 就是這樣 我們要換一支槍給它 應該是要用這隻手吧 喂 這手完全上不了它 是不是那個洞小了 它上面那個洞呢 是不是太小了 完全 喂 不行啊 它們的手臂這個位置 好像很粗 完全 刺不到進去 是不是 黏貨 喂 大哥 這個 這個是它那個腰背 小小的 那這個呢 都不是腰背 這個應該被它斜背著 被它斜背著 怎麼背好呢 要等它先舉高他的手 它不舉高他的手呢 掉不下去 好 斜背袋 真的不是說笑 我一輩子真的沒什麼多好買Figure 一買就來買曹達華 在這裏前面呢 攬住這個袋 是不是 可惜它裡面沒有跟著手榴彈 和三文治 它應該要跟著三文治 這個完全是設計錯 五個月 根本就是 拿散彈槍的這隻手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拎人拎 他也拎不到上去 這樣 這個Figure呢 這個樣子是做得挺漂亮的 手眼甩掉了 這個樣子是做得挺神似的 真的是賭帽 達叔那樣的 整個樣子是 那但是呢 它這些的摺口位之類呢 就有一點點做得不太好 這個Figure也挺夠水的 所以呢 可不可以說一分錢一分貨呢 如果它是千幾兩千塊的話 可能就會真的漂亮很多 那始終是挺夠水的貨 不過 它這些手這些位置呢 動兩動就脫掉 有些不是不好 就給我的感覺 還有頭呢 真的吊吊吊的 為什麼這麼鬆呢 是被一件皮褲 是被一件皮褲扯動了頭 好不然是 不過 對了 這個 這一個 首先跟大家開箱 看一下Quality 那些皮褲啊這些位置呢 都做得挺漂亮的 就是對Boot啊 成這些 都挺漂亮的 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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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價錢 我覺得是可以脫掉的 我覺得價錢可以便宜一些 不過拿來擺放在家裡 都可以的 純粹是一個很簡單的開箱 跟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 重案組之苦嘈嘈嘈嘈嘈嘈嘈 對了